我们看到在这个被击欠退休金还有资遣费的1058名劳工里面 其中有336人他们加入了自救会 这两年来他们陆续的写下的抗争史看来十分的悲壮 因为他们有两次罢工记录 然后在当时还徒步北上到总统府来陈勤 然后有叶苏劳委会在苗栗县政府前面的一些激烈冲突 不断的向监察院和行政院来陈勤 在去年在台北车站曾经有声援他们的学生向江奎来丢鞋子 他们也曾经突袭着访安的办公室 今年在总统府前面的抗争大家也印象还游行 他们也扬言要卧轨 在10月9号国庆前夕也到总统府前面去抗争 那么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华龙自救会的僵局一直无法解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劳动部释出一个像是一个善意 像是解套一样 请问一下是这样子一个劳动部的协调结果 为什么会这个时候突然放出来 而且事前没有经过跟自救会成员有什么样的一个协调 这是与请礼法都合乎的一个好的解套方式吗 我想站在自救会的立场 我们是认为这个部分是完全不符合请礼法 三个方面都不符合 那再来就是说今天劳动部突然用这个方式来 公开记者会的方式来宣布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案 事实上我想自救会的成员包括律师团其实也都很错愕 因为事实上我们事先没有 就是说没有太多的征兆来了解说 部长竟然会由部长来宣布这样一个这么重大的消息 那之前自救会的成员 那律师团其实对这个细部的 包括所谓的这个20%的这个打折到这个两折的这个折数 我想这应该也是这个自救会成员们最不能接受的一个重点 是 是 突然宣布一个 对 就是突然宣布一个方法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可以说是劳动部 他们其实有感受到任何压力吗 还是对律师团而言 你感觉到是只是要解决 只是要把问题给一个答案 我想律师团的立场是这样 我们是认为说 我们肯定银行团所释出的这个捐款的这样子的一个善意 但是对于这个劳动部 这样子用一个所谓的打两折的方式 希望来这个解决这个自救会的诉求 我想这个是自救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自救会的成员 乃至于这个律师团 没有办法直接跟这个银行面对面沟通的情况之下 那由劳动部这个片面来这个宣布说 一个所谓的一个方案出来 事实上当然我们不了解银行团这边的想法 但是至少从自救会的角度 或是说从这个义务律师团的角度 我们是认为我们事先是毫无所惜的 是 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是要先撤告 是 这个撤告的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就是说诉讼上来讲 是不是应该要采取这个动作 事实上因为今天早上 劳动部才突然片面的宣布 所以自救会来讲也不是那么迅速的 能够做出这个方面的决定 一个决定的决定 我们先让文静黄银行在 engage 在这边